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歌王咕咕日 那么今天呢,我会教大家做两个 非常非常非常简单一懂的 莫莉塔发型 那首先呢,就是 先来做第一个发型 这个发型是比较优雅的一个发型 首先我们把这个头发分成两份 然后取两个皮筋 这个皮筋呢,我只有黑色的 如果大家有透明的那种皮筋 当然是最好的 然后这个皮筋呢,把它扎在这个 发尾的这个地方 然后呢,我们需要把这个头发扭一扭 然后翻起来 扭的话呢,就是往这个方向往内侧扭 然后把这个发尾用一字夹固定 固定一下 这样我们这一边就完成了 然后把两边都这样固定好之后呢 这个头顶就是会有 有一点点乱,像杂草一样 然后我们把这个发尾来收一收 然后把这个发尾的发尾捏起来 捏一捏 然后把它这样 拿下夹子固定住 这样上面就会形成一个像猫儿一样的这个小头发 然后呢,这边也跟刚才一样 然后把两边头发都弄好之后就是这样 像不像两边就是自带两个小猫儿的样子 然后接下来这个发型呢 我是觉得比较适合这种比较长一点的头发的 所以呢,我换了一点假发 那么首先呢,就是第一步就是要从旁边的这个头发里面 取出两撮头发把它打成麻...把它打成麻花便 然后这边是我已经就是扎好的样子 然后扎成麻花便之后呢 就是去靠外面的这一侧 就是...对,就是靠外面这一侧的这个... 呃...这一边的这个麻花便的头发 把它稍微往外面扯出来一点 就像这样 就让这个麻花便变得比较蓬松 然后这边也一样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麻花便盘起来 它盘起来像这样 然后用小夹子把它固定起来 然后这一边的头发固定好就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来把这一边的也固定起来 那么今天的这两个发型教程的话 呃...就是这些 是不是非常非常简单呢?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嗯...不如B站一条龙服务啦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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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